内政部昨天排定审查南铁地下化疑案 而这是新政府执政之后 第一个在内政部要决议的重大都市计划案 支持和反对的民众也在场外表达立场 不过第一次审议并没有通过 对这个结果台南市政府深表遗憾 反南铁东移的群众在内政部营建署的门口抗议 希望内政部今天审议会进行之前 能先举行听证会 其中有一位85岁的阿嬷 为了捍卫自己的居住权利 清晨四点就一起北上陈情 环团指出南铁东移的地下水报告有错 日前已经对交通部提出告诉 与此同时也有持赞成意见的民众 前来声援台南市政府 经过三个多小时审查最后未能通过 台南市政府表达遗憾 这是新政府执政后 第一个在内政部进行决议的重大都市计划案 第一次审议结果未能通过后 暂定于7月2号进行二次审议 台南市政府表示将准备更充足的资料 让影响台南市的重大工程 能够早日通过 记者郭才彦 陈立峰台北报道